我 我就是怕你生气 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做什么都不对 做什么你都不开心 我只能远远看着你 只要你安全 我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等等 我有话跟你说 你站过来 我又不会吃了你 在流云观 是你故意放走了长歌 我不知道 有没有放走长歌 你不知道 找到 总是乱党已经技术剿灭 所以没有剿灭的 就不是乱党 伤害大堂的人 才是乱党 谢谢你 守护大堂是我分内之士 公主不必演戏 好了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 那 我还用跟公主保持距离呢 当然了 本公主是千金之蛆 你可得保护好了 是 他前 有亚罗的消息了吗 不是亚罗 是雷叔他 你来干什么 当初是你要离开崖障 如今还有和脸面身 首相崖障要东西 大可汗有令 英师受到诅咒 绝不可牵连牙障 你的人在牙障嚣张把护 阿世洛障 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大可汗 亚罗呢 已被关押 没杀他 已是大可汗对你最后的仁慈 还有 牙障也紫草告急 我劝你死了这份心 自生自灭吧 你死了 特仙 就让我带兵冲进牙障 把亚罗救出来吧 亚罗是我们一起长到大的兄弟啊 牙障那个牢房你是知道的 进去了只会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何况亚罗那副身子骨 哪里还受得住我 只怕是半日不到便 不行 如果现在冲进牙障的话 怕是会中了他们的计 到时候 英氏可就更加举步为奸了 那 亚罗的性命就不管了吗 苏医社 长哥说得对 若我们现在冲进牙障救人 那穆金以及其他兄弟们怎么办 房厅不可能会自草告急 若等我们真到了牙障 那英氏可就真被拿住了七寸 我不会放弃亚罗 但眼下 只有先让他委屈一下了 那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找到紫草 驱逐瘟疫 我说你们的脑子都被驴踢了吗 我不管你们牙障 我也不管你们阿世勒内部 有什么矛盾 现在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什么事情 比找到救命的紫草更重要 真人说得对 眼下最打紧的就是要找到紫草 其他事情先往后放一放 所有事情 都得有个轻重缓急才是 好 先集中一些力量 找到紫草 至于亚罗 我相信傅涵也会念在父子情分上 饶他不死 是 一切听从特写安排 好 你跟我走 带点草药 到木槿那里 有什么事 你也不想要 是 你也不想要 每次行 你也不想要 你还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再让你出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嬴氏也是我的家 为了你们冒险 我心甘情愿 而且现在 我们已别无他法 长哥 米米 你不是在照顾穆金吗 怎么出来了 我同你说过吧 我是墨北人 你都听到了 你带我去吧 我小时候就在墨北长大 我知道去墨北的路线 也认得紫草 我逼你们 都有可能找到紫草 而且尽快找到它 穆金跟大家 才不会死 特勤 这次嬴氏的灾难 都因我而起 我求特勤 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阿隋 你就让咪咪跟着我去吧 好 後渡 谢谢你陪我走了一整天 属下愤 Has 慢点吃 慢点吃 好多 属下在 算了 没事 陛下特命属下跟随公主 公主有什么事 可以跟属下说 你喜欢了一个人很久很久 也知道他应该早就先有所属 那还要当面问他吗 我想我会当面问问他 可是 就算被拒绝了也没关系 我知道自己的内心 我知道自己的内心 如果不当面问清楚 总不能轻易放弃吧 你说得对 若不当面问的话 就等于辜负了自己的心意 公主 可是 我以为现在的我已经变得勇敢了许多 但我一想到当面跟他说 我连约他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更别提说了 豪都 你刚才想说什么 刚 没什么 我们回去吧 公主 我 不信 我 你 我 你 好